姐 那今天怎么样啊 我好想知道今天她怎么样 首先大陆从 坐这 从方黎那买了一件特别好看的衣服 真的吗 那是送的还是买的 想说清楚 人家要送大陆要买 她是收你钱了 我觉得方黎太过分了 不是 哎呦你没弄清楚 我不让你丢脸 哦不行不行 那我把钱退给你 多少钱我来退给你 你是谁啊 吃饭姐姐 哎呦我们聊点别的 所以我们聊完了是吗姐 她也没有说她会继续追我或者怎么样 没有吧 有 不可能 她有鞋 她穿了一套 还是带着你的围巾 哦天呐 她为了配这个围巾专门配了一双鞋 鸵色的 喀色的 这双鞋好难看啊 嗯 这也太好看了 为什么我总是要以一种批判的角度来看她呢 爱了吧 啊没有吧 不然你连批判都不懒得批判 虽然关我屁事啊 她买了这件 哦不错呀 这个男装 我以后可以去她那里买送给我的男朋友 还有 哈哈哈 这是我俩 不碰您造成的压力 我们抱歉 对 对 其实有一点笑 她好讨厌 她为什么要说我们俩给您造成的困惑 她为什么不把自己当外人看呢 谁跟着我们俩 她的这双鞋也是醉了 反正又不是我男朋友 无所谓 随便穿 她根本就不在意我那个啥 你看我说终止来往 她还是乐呵呵的 对 但是我是跟你们说要乐呵呵的去 对 OK 吃饭 这是月月给你的卡片吗 对 她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 少男少女的情怀 厉害 对象 方蕾就没有那么有心 她要那么用心的话 我就 年纪不一样 你也真的是被她给融化了 我问她你说不说我喜欢我的 哈哈 高手啊 你怎么不教教我呢 哈哈哈哈 菜菜都比你成熟 哈哈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王林姐姐之前教会我的 你看全都是按照我的套路出牌 哈哈哈哈哈哈 我现在总结出来她很平实 我自己在那儿伤心了半天 因为我怕她伤心 那你还伤 结果没有伤到她 哈哈 什么叫结果没有伤到她 我总结了一下 啊 那次吵架我没有发挥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是再听这个机会的话 我一定吵得比上次更好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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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 她根本上就是怕伤着方蕾 这是核心 所以她才会痛苦 我现在释然了我不痛苦了 哇 姐姐我喜欢她幸福 男人肯定幸福 这你放心 哈哈哈哈 哈哈 小妈真的是太多了 如果说不过 是什么大事